众人一边在门口聊着天 一边等着班主任 倒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妥 反倒是这种感觉 已经很久都没有了 孙老师是在八点四十分 准时出现在学校门口的 然后他带着几人 进到了一个大教室里 这次来了很多人 林凡宿舍的这几个 绝对是可以忽略的了 孙老师又给大家上了一节课 两个小时的时间 匆匆的就过去了 让人不禁有些感慨 接着就是参加一些 校庆拍照 原本林凡他们宿舍 这些人也算是人才 可惜这次回来 丝毫没有存在感 拍照的时候 也被人从中间给推到了边上 你们几个干什么呢 孙小青对着几个 推赏他们的人怒斥一句 中间的位置可不是给你们留着的 这地方是张扬的 你也不看看你们的身份 还敢来这站着 真是一群白痴啊 说话的这人叫程伟强 之前是班长 他可是一个十足的势力演呐 就是啊 现在的张扬 可不是你们几个能比的啊 明知道人家不喜欢你们几个人 还要往他身上凑 你们也是一点脑子都没有吧 宋小青这边 正和人吵得不可开交呢 突然有一个女孩 跑到了林凡面前 众人看清楚的时候 都是为之一愣 她就是当年的班花 叫林朵朵 她的年龄是班级里面最小的 起码比林凡小了有四岁 当时入学的时候 还经过了不少手续呢 林朵朵家是本地的人 家境十分的优越 之所以选择这个学校 实在是无奈之举啊 她有先天性的心脏病 要是送得远了 家里面肯定会担心的 林凡在当时也算是一个风云人物 虽然只是一个副班长 可是她另一个身份相对比较厉害 那是学生会的主席 哎 你这么多年都去哪了 一点音讯都没有 你不是说回来之后帮我治病的吗 林朵朵说到这儿 眼睛里泛着泪光 这林凡一走就是七年 说好的约定全都忘了 你放心啊 我既然来了 你的病我就有办法医治 林凡说这话的时候 有些心痛面前的小妮子 她长相很脱俗 只是嘴唇上明显发紫 再要是不抓紧一点时间 怕是真的会出人命啊 好了好了 装什么大一巴狼呢你啊 张扬看到林朵朵和林凡 这亲热的样子让她气不打一处来呀 她有了现在的身价 为的就是要和林朵朵看齐 可是对方一直对她十分冷淡 今天这个林凡一出现 林朵朵居然这么开心呢 一想到这儿 怎么能让她不生气呢 我跟谁在一起关你什么事啊 你不要总是纠缠着我 林朵朵皱着眉头 她对这个张扬十分反感 一副爆发户的样子 使她极为厌恶 见林朵朵这里讨不到什么好处 张扬转过身指着林凡骂道 小子 别给我得意 我已经托人给林朵朵 找了西南最好的医生 你要是识相点 就给我滚远一点 别耽误了林朵朵的病气 就是啊 这小子从上学的时候 就满嘴抛火车 骗了朵朵这么多年 真他妈该死 张扬扬见那边 已经开始准备照相 她对着众人摆了掰手 现在孙老师在这儿 等今天的事情完了 我们再收拾她不迟 走走走 今天这一天 除了张扬找了几次麻烦之外 其他倒是没什么 林凡心情相对还是不错的 晚上的时候又提议来一次聚餐 原本林凡宿舍是不想参加的 可林朵朵偏要拉着林凡一起去 唉 林凡 你的魅力格不减当年啊 刘兴君苦苦一笑 当时呢 就是我的时间多嘛 所以帮忙照顾了这小妮子一段时间 谁知道她这么粘人呢 林凡这是实话呀 当年这个小妮子才刚刚十七岁 林凡就算是再丧心病狂 也不可能把主意打到她身上 原本两人没什么过多的交集的 可是林凡在第二年的时候 已经开始和画布医学一些医术 这林朵朵就成了她的第一只小白鼠 按照画布医的话说呢 当年如果不是林凡的话 林朵朵绝对活不过一年时间的 哎呀 我当时以为啊 师傅配的药剂可以要到病除的 谁知道这小妮子的病这么严重啊 林凡也皱起了眉头 倒是这个可怜的丫头了 这么多年过去这病还没有好转呢 宋小青等人也都是医生行业 所以这病他们是知道有多棘手的 我看哪 这丫头的时间不多了 要是正常的话 最多一年 少了说呢 那可就是分分钟的事啊 李志慧也严肃起来 林凡微微地点了点头 无论如何 这次也要出手救治 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